这首诗的动人其实在讲说 那个生命在大繁华当中 曾经如此狂欢过 可是现在忽然醒悟到 一切的欢场也就是一场梦 他讲的不只是这一个女子的故事 他在讲所有自古以来到今天 欢场就是如此 白居宜其实在讲一种人 在狂欢里的本质上的虚无性 我从这么多的受访者 跟听到他过去的事迹里头 我发现其实所有人跟他 不至于没大没小 但是真的是觉得这个老师 这个长辈或这个好友 是没有不会给人压力 我觉得所有片名叫曼菲 而不用罗曼菲的原因就在这里 我觉得曼菲是存在精神面的一件事情 并不是一个实体的东西 愿你的生命 宁静温暖如海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